欢迎大家收看加拿大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是什么导致了印度和加拿大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沃泰华的比奇伍德公墓 一座新的纪念碑揭幕 以纪念在加拿大的寄宿学校中失去生命的土著儿童 等等 请大家收看 信件 过高昂且不受欢迎的HSR项目 已成为政府官僚主义的象征 英国每日电讯 据每日电讯报上的一封信称 HSR项目是政府浪费资金的一个例子 这封信强调了该项目进展缓慢和完工日期未知的问题 该项目已经耗费了数十亿英镑 但尚未延伸至伦敦和曼彻斯特等主要城市 这封信建议将这笔资金用于改善普通火车服务 而不是用于一个没有人提出要求的高速铁路连接 另一封信指出 该项目的工人监管不善 工人们闲着无所事事 然而第三封信认为该项目已经部分建成 应该继续完成 以免成为一个笑柄 美国乐队Green Day将成为灰杯中场秀的主角 多伦多星报 格林日 这个获得格兰美奖的朋克摇滚乐队 将成为2023年灰杯赛中场秀的主角 这个消息是在汉密尔顿老虎队对阵卡尔加里游政队的中场休息时宣布的 灰杯赛将于11月19日在汉密尔顿举行 格林日已在美国推广主流 对朋克摇滚的兴趣而闻名 他们的唱片销量超过7500万张 并于2015年入选摇滚名人堂 乐队的表演将在加拿大全境通过TSN和RDS进行现场直播 深佐外野日报 场上没有决胜 多伦多星报 多伦多蓝鸟队在周六以7比5的比分 在十局比赛中输给了坦帕湾光芒队 使他们晋级季后赛的道路变得更加艰难 这场失利在深佐场播客中进行了分析 约翰、施奈德和乔治、斯普林格提供了他们的见解 播客还回答了听众的电子邮件 男子和女子的决赛现在在Pointsbet邀请赛中确定了 多伦多星报 KerryEinerson和Rachel Holman在各自的半决赛中获胜后 将在Pointsbet Invitational女子决赛中对决 头号种子Einerson以8比3击败了Katelyn Laws 而第二号种子Holman以10比5击败了Kristina Black 在男子半决赛中 Matt Dunstone和Rick Carruthers都在家世赛中赢得了比赛 晋级决赛 Pointsbet Invitational是本赛季的第一个冠军赛事 关于主题是什么导致了印度和加拿大之间的紧张关系 日经亚洲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声称印度特工 是加拿大西克分离主义领袖遇刺的幕后黑手 导致两国关系紧张 作为回应 印度称这一指责荒谬 印度政府暂时停止为加拿大公民提供签证服务 原因是其驻加拿大高级专员和领事馆面临安全威胁 尽管外交纠纷 印度和加拿大之间的军事联系并未受到影响 这场争端引发了两国的安全担忧 并凸显了西克散居地区持久的分离主义野心 提湖队利用对手的失误 以32比15击败红黑队 确保了季后赛资格 多伦多星报 蒙特利尔提湖队在周六的加拿大橄榄球联盟比赛中 以32比15击败沃泰华红黑队 红黑队六次失误导致了他们的失败 提湖队凭借这场胜利锁定了季后赛资格 而红黑队的季后赛希望受到了打击 他们需要在最后三场比赛中取得胜利 并得到一些帮助才能进入季后赛 在沃泰华墓地揭幕的纪念住宅学校儿童的纪念碑 加拿大CBC 在沃泰华的比奇伍德公墓 一座新的纪念碑揭幕 以纪念在加拿大的寄宿学校中失去生命的土著儿童 这座名为儿童神圣森林的纪念碑 由一圈石头和七棵小矮松树组成 目标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添加代表不同土著群体的其他树种 寄宿学校制度始于19世纪末 将土著儿童与他们的社区分离 并使他们遭受忽视和虐待 据信至少有4100名儿童在这些学校中丧生 为什么我要从法国搬到阿尔吉利亚 BBC 阿尔吉利亚记者马赫尔 梅扎西回顾了他离开法国回到阿尔吉利亚的决定 他的家族原本就来自这里 梅扎西解释说 他搬到阿尔吉利亚是为了从事足球新闻工作 最初对这种经历感到兴奋 然而 由于新冠疫情期间 令人窒息的旅行限制和公民自由的倒退 使得从事新闻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他最终离开了 梅扎西还意识到 自己想念阿尔吉利亚日常生活中的琐事 比如打车和在通勤途中结交新朋友 他现在正准备进行第二次逆向移民 并期待在他最喜爱的地方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一个共同的责任 来自加拿大第三个真相和和解日的引述 多伦多星报 周六 加拿大各地的人们聚集在一起 纪念真相和和解国家日 这是一个联邦法定假日 旨在承认土著人在寄宿学校中所遭受的虐待 这一天旨在提高人们对土著人面临的系统压迫的认识 并促进和解 包括加拿大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在内的各种领导人强调了需要采取具体行动来应对过去政策的影响 并实施真相和和解委员会的建议 这一天是加拿大人了解寄宿学校制度的历史和不公正待遇的机会 蓝鸟队在周六输给了光芒队 魔术数字仍然是1 焦点转向与西雅图的外卡争夺战 多伦多星报 多伦多蓝鸟队在周五击败了坦帕湾光芒队后 凭借一个魔术数字1 即将确保晋级季后赛 如果蓝鸟队赢得最后一场比赛 或者休斯顿太空人队在周六和周日输给亚利桑那队 蓝鸟队也可以进入季后赛 据多伦多星报报道 如果这四支球队最终都以89胜结束 西雅图将赢得美联西区冠军 休斯顿将获得第二个外卡席位 德克萨斯将获得最后一个外卡席位 而多伦多将被淘汰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一如既往地为您带来最新鲜 有趣的新闻 让我们先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新闻要点 HSR项目成为政府浪费资金的象征 工程进展缓慢且延期未知 美国摇滚乐队Green Day将成为2023年 灰杯赛中场秀的主角 多伦多蓝鸟队在橄榄球联盟比赛中失利 晋级季后赛的道路变得艰难 Pointsback邀请赛中男子和女子的决赛选手已确定 加拿大和印度之间的关系因双方的指责而紧张 让我们来深入分析一下这些新闻 首先我们谈谈HSR项目 这个高铁项目一直是一个争议话题 有人认为这是政府浪费资金的例子 而有人则认为应该继续建设 我个人认为 这个项目的推进速度确实令人失望 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高铁的重要性 这项建设可以提供更快捷 更便利的交通方式 对于城市发展和经济增长都有巨大的潜力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改善现有火车服务的重要性 也许政府应该更加注重平衡这两方面的需求 以确保资金的有效利用 接下来让我们谈谈音乐界的消息 Green Day作为一个备受关注的乐队 将在灰杯赛中场秀中担任主角 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 他们的音乐风格独特 融合了朋克和摇滚元素 深受全球乐迷的喜爱 这次演出将为观众带来一场绝妙的音乐盛会 相信大家都可以期待一场精彩的表演 在体育方面 多伦多篮鸟队在橄榄球联盟的比赛中遇到了一些困难 虽然他们在周六的比赛中失利 但他们仍然有机会进集计后赛 这次失利无疑给他们增加了压力 但是我相信他们可以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展现出更好的表现 争取进入季后赛的资格 最后让我们谈谈国际关系 加拿大和印度之间的紧张关系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这次争端涉及到特务活动和外交问题 对两国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我们希望双方能够以理性和对话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并维护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概要和我的观点 现在我们来听听您的想法吧 您对这些新闻有什么看法或想法吗 欢迎您提出问题或参与讨论 期待与您一起分享观点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if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